二战结束后,美国真正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75年来,美国霸权遭遇过两次挑战 一次是苏联,一次是日本,两次美国都赢了 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 由于二战后被美国占领 即便后来表面上的占领结束 但美国在军事和外交领域依然牢牢控制着日本 日本一直未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日本从未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之外 对美国霸权产生过珍重的威胁 最后,美国通过一个广场协议 让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解除了日本的威胁 苏联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但其交化的制度,腐败的特权阶层 加上对外浩大喜功,穷兵独武 一直未能解决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这一基本问题 最终解体 纵观冷战中的苏联表现 它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存在于军事和外交领域 但却从未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 对美国形成足够的威胁 中国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面临的第三次威胁 美国内部有人认为 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相当于是苏联加日本合体的加强版 相对于苏联和日本 中国是唯一一个同时在经济、科技、外交、军事领域 对美国霸权发起挑战的国家 考虑到中国有漫长的历史文化传统 并且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中 在绝大多数时候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中国在面对美国的霸权时 也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心理优势 面对中国崛起 美国特朗普政府中的很多人 正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中国 极力将中国 缅绘成一个跟苏联一样的共产主义国家 但大国竞争不是美国国内的选举 美国凭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通过定义中国可以抹黑中国 但并不会因此真正削弱中国的硬实力 美国如果希望用这种方式 将中美竞争拉回到美国熟悉的上一次冷战框架中去 并幻想继续获得最后的胜利 其实是一种掩耳盗铃之举 美国对中国的误判 是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也是决定中美竞争最后结局的重要因素 我们梳理了一下美国对中国的十个误判 供大家参考 一 误判一 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苏联共产党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词典中 共产党的负面色彩极其浓厚 说一个人是共产党等都要骂人 在西方传统政治思维中 共产党意味着独裁专制腐败僵化愚昧 但任何一个对中国政治现实有点了解的人就知道 今天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意识形态 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而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最在乎的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 而是如何让中国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社会进步 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 无判二 美国认为中国人民反对中国的执政党 特朗普政府过去三年多以来 一直试图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区别开来 这一做法的目的表面上看 是想维护美国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但本质上就是为了挑拨理解 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 美国一些人甚至认为 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中国执政党的 这跟世界情况实在是相差甚远 国际知名民调公司Apsos 在今年4月对全球主要国家进行的民调发现 在中国认为国家发展处在正确方向上的民众比例高达99% 而在美国 Rail Clear Politics综合美国各家民调的结果解释 这一比例不到25% 改革开放42年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上最好的一段发展时期 中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际地位的提升 每一步都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虽然没有西方式民调 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一个研究项目小组 曾追踪过十几年来 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满意度的数据 结果发现 在2016年 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 处在九成左右的高位 对省市县政府满意度也在八成左右 中国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 往往会夸大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美国一些所谓的专家和决策者更是如此 三 误判三 美国认定中国就是另一个苏联 中国跟苏联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文革结束后 通过一场社会大讨论 最终确定了 实验是解研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道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决策 基本上都坚持了时事求是与时俱进 虽然今天中国在很多地方 依然存在种种缺点和不足 但中国自烧而下 对于改进这些缺点和不足 有着强烈的意愿和能力 中国这种时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社会之道思想 与苏联的体制的僵化 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与此同时 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 对外输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搞过模式输出 儒家文化圈的日本 韩国 越南 可以学习中国 但中国绝对不会强迫他们接受什么 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大竞争力 与苏联轻重工业严重失衡 也完全不一样 在对外关系上 中国根本不热衷于搞地缘政治竞争 也不轻易对外用兵 中国目前采取的一切地缘政治举措 都是为了维护中国认为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在亚非拉广大地区所采取的行动 主要还是为了确保中国的能源等原材料进口 以及其他经贸投资机会 中国在对外交往 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性的 而非政治性的外交性的 四 乌帕四 美国认为中国崛起主要靠作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通过改革 释放了地方政府和全国民众的创造力 进而通过加大对教育基础设施和创新等领域的投入 很好地纯洁了全球化之下产业转移的风潮 从低端加工制造业入手 最终逐步实现科技和产业升级 中国崛起的过程中 对各籍地方政府考核一度为GDP论 这种做法虽然带来很多环保等问题 但客观上也切切实实让各籍地方政府 真正实现了以经济进手为中心 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 以及集群化发展的供应链 让中国制造在全世界不仅拥有了成本优势 更拥有了综合效率优势 中国恰恰是利用了现有国际规则实现了崛起 而非通过作弊取得不公平竞争优势 至于美国一些人说 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这个更扯 发达国家的企业想进入发展中国家 以技术化市场是再寻常不过的做法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只想到 发达国家的商品倾销地 而都想建立自己的工业实力 五 物判五 美国认为中国一心一意 想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国确实存在一个国家崛起的宏卫目标 但这一目标的根本出发点 还是寻求实际中国自身的发展 以及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中国从来不会仅仅把感应超美 作为最终的目的 但如果中国发展起来了 最终在GDP等其他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 实现感应超美 那只能说是中国崛起的副产品 中国在军事和外交领域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这三个核心利益 过去二三十年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 首先是为了遏制台独 而非去占领日本 澳大利亚或者美国 中国外在的努力 主要也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 正如前面所说 本质上是经济性的 而非政治性的 美国认为中国大陆在欺负台湾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 历史上历任美国政府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美国非常清楚 如果台湾真的寻求独立 中国一定会使用武力进行干预 在中国看来 台湾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 是中国国家未能完成最终统一的一个有待解决的事项 这是到底还是中国的内政 美国通过对台军售与台湾发展各种名利案例的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 是阻挠中国的统一 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七 误判七 美国认为中国要剥夺香港的自治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一国和两制 是一个有机统一体 中国从来没有说过 香港可以抛开一国实现完全的自治 港区国安法的出台 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为了确保香港不会发生颜色革命 香港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香港不会在名义上属于中国 但在实际上却成为 美国的西方国家对华渗透的桥头堡 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处理 是为了让香港真正的回归 这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内政 八 误判八 美国认为中国对香港MSL进行镇压 中国目前的治疆政策 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新疆的社会安定团结 打击暴力恐怖主义 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中国目前实行的政策 一是消除三股势力思潮 对新疆部分群众思想的影响 二是通过让这些人有一计之潮 回归正常社会 从而消除三股势力自身的土壤 这种治疆政策跟小布省政府当年推行的 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出发点上 有相似之处 都是为了消除恐怖主义自身的土壤和社会环境 但美国对伊拉克的改造彻底失败 但中国对香港的改造则相对比较成功 九 误判九 美国认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 是要让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说到底 本质上来说还是经济性的 中国把国内积累的资金 技术和管理经验输出到其他国家 帮助其他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最终中国可以从当地更广泛的经贸联系中获益 在一带一路计划中 部分国家的一些项目由于规划问题 却是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 但中国从来没有想过 要让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进而谋取对这些国家重要港口的资产的控制 这一点完全出于美国的西方国家的幻想 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 中国都是真心希望他们能发展的好 因为只有他们发展的好 才有可能扩大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让双方都受益 十 误判时 美国一些人相信中国崩溃论 华裔伪专家张家敦十几年前写过一本超销书 预言中国即将崩溃 但十几年来 张家敦被事实不断打脸 但时至今日 这人依然成为美国部分媒体的座上边 如前面所说 中国改革开放42年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成绩 中国绝大多数民众都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 中国整体仍在往上走 中国不存在像前苏联那样发生内报的条件 这几年 美国一些媒体提到中国 就说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问题 但实际上美国的债务问题比中国严重得多 事实是如此复杂 如果美国一些人内心一心一意判断 中国将会崩溃 那么中国面临的每一个挑战 中国存在的每一个不足 都会被他们纳入到中国即将崩溃的叙事框架中来 但实践是解言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这一点上 像张家敦这样的美国人一错再错 就像我们当年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一样可笑 美国对中国的误判 有些是因为无知 有些则是为了定义中国故意作恶 美国一些人非常希望今天中美竞争回到过去美苏竞争的冷战框架中去 因为那是美国的舒适区 但不管美国一些人如何定义中国 中国不是苏联就不是苏联 美国一些人如果幻想通过定义中国来赢得这场竞争 只能说是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